大家好,我是胖姐 这个视频呢,我给大家主要讲微头条 围绕着微头条来讲,不讲别的 首先我给大家说,微头条呢 是展现量最高的 在今日头条的这几个创作的版本当中 微头条是展现率最高的 所以呢,它是给我们吸引来粉丝最高的一个办法 但是微头条,当你满足100个粉丝之后 你才能有收益 你在那个新注册的账号 在我们搞创作没有吸引来100个粉丝之前 我们的微头条是没有收益的 但是我们也可以写,它是没有收益的 还有就是微头条不同于我们的朋友圈 它又类似于我们的朋友圈 最主要的一点,朋友圈都是熟人 我们有什么心情 比如我们吃了饭可以晒一晒什么的 好多人都说,我就把微头条当做我的朋友圈了 那你没有逼啊 微头条是给大家用来经营的 它是帮助我们吸粉 甚至微头条是我们这个收益的一个主要来源 曾经我那个,我在去年10月份的时候 有大概有一个月的时间 我是主要写微头条 这个微头条的收益 如果每天写那么几个的话 一天收益100来块钱是没问题的啊 今天我给大家讲那个微头条的展现量和阅读量 好多人都不明白 说为什么你这个微头条展现量是60多万 然后阅读量才10万或者几万的 一直搞不清楚这个展现量和阅读量这两个的区别 我给大家来说一下什么叫展现量 微头条的展现量指的是我们登录了今日头条之后 大家都知道平台就会从这个这儿给你推荐一些东西 但是它平台给我们推荐来的我不一定打开 我不一定喜欢啊 但是它会推荐 后台它的那个通过大数据的分析 它认为你喜欢这种类型的 它就给我们推荐过来了 这个就叫展现量 看见了吗 这都是给我展现过来的东西 这就叫展现量 平台给我展现了一次 阅读量呢 是指我看到了它这个展现呢 我点开它了 我看了像这一个 这就是我阅读了 这这叫一个阅读量 所以呢展现量都会很大很大 就是平台它会给你展现给很多人 但是真正点开要看的那个完整的看完了 这才叫一个合格的阅读量 从这个平台 从我刚才给大家说的展现量和阅读量 大家发现一个问题没有 就是背头条 背头条的收益从哪来呀 收益是吸引人的关键 也就是我常给大家说的前三行 你像这一个 这个前三行加上图片 它只有这么展现了 我有打开它的欲望 我想打开它看了 这个它才能有收益呢 同时我们换位思考 你写的东西有没有吸引到人呢 你写的东西这前三行 有没有给大家留下 想打开的这个冲动呢 你写的东西的这个图片 有没有成功的抓住人的眼球呢 这个是一个背头条 它这三行 它展现给我了 我打开看吗 我没有打开 这就是过去了啊 我自己的视频 刷到了我自己的视频 平台呢 平台它认为我喜欢这种类型的视频 它就给我推荐啊 它把我自己的视频也给我推荐过来了 大家知道了这个背头条的展现量 和阅读量的区别之后呢 我给大家再说一遍 这个背头条的创作思路 好多人都说 嗯 背头条呢 搞搞背头条创作 如果大家想写 我就喜欢写一些东西 毕竟人的这个脑袋里头 这些故事啊 这些想法呀 是有限的啊 如果想要主攻背头条这一块的朋友呢 一定要多学多看啊 你要去看别人的作品去 从别人的作品当中呢 也寻找到自己的共同点 寻找灵感啊 我曾经有过好几款写的比较好的背头条 以一个男人的这个语气来写的 这个灵感呢 是来自有一个朋友 他说 他还是一个女人 他就说 我老公多么多么的不好 我老公 嗯 不懂得爱我 嗯 节假日不给我买东西 什么什么的 就写了一堆 他对他老公的一些看法吧 一些不满 然后呢 我就灵机一来 我就站到他老公的角度 写了一篇 围头条 我说 哎呀 我怎么哄也哄不下 我的老婆来 我对他怎么怎么好 但是他还是不满意 我这么做 他也不满意 那么做 他也不满意 我太难了 我就这么写 然后我这个围头条呢 有展现量 阅读量都挺好的 但是我 我写了之后 写完之后 我要给大家标明一下 这个故事是 我的身边是 或者我朋友身上的事 为什么呀 因为我是用第一人称来写的 就是我是站在一个男人的角度来写的 我的粉丝他就会想 胖姐他不是一个女的吗 他又这么写 他准是编故事呢 所以呢 为长远的来考虑 我当我这篇围头条写完之后呢 我一定要标明他的出处 就是有的时候呢 我甚至还以一个婆婆的语气来写儿媳妇 写完之后呢 我一定要告诉我的粉丝 这个主人公不是我 虽然我用的是第一人称 但是呢 我是我朋友的事 我为了方便大家阅读 我用的是第一人称 这个也是微头条当中要注意的一个事项 如果大家今天呢 写了一个事儿 哎 吐槽我婆婆怎么了 这个那个说了半天 明天了又说 啊 我儿媳妇怎么着 怎么着 那大家看的就有点乱 就想哎 你昨天不是一个年轻的 刚结婚的小媳妇吗 怎么今天你又成了老太太了 这样大家就觉得你这个人不真实 你的微头条都是胡编乱造的 如果想写这些加长理短这些事的话 我们可以用第一人称 但是后面呢 一定要给大家做一个解释 或者某一件事儿 发表一下自己的观点 自己的看点 一定要让我们的 一定要让我们的粉丝朋友呢 知道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身份 这个都是为了我们的账号 长久来考虑 还有就是微头条 写哪一类的微头条 就是展现量比较高呢 我自己总结的几点 一个是情感类的 其实现在还是大家 尤其是在今日头条上的作者 喜欢阅读类型的人比较多 写情感类的人特别多啊 情感故事 是从我们自己看的书 看的杂志 看电视上 得来的灵感 先叙述一下这件故事 后边发表自己的观点 然后带上几个图片 另外一类呢 是那个娱乐八卦类的 就写这个明星 配上几张明星的图片 这种的展示 都是特别高的啊 因为明星还是 我们老百姓 比较关注的一个话题 明星的生活 明星的过去 以往 以及现在 影视剧的这个点评 这一类的展现量和阅读量 也是特别高的 另外还有就是写这个 婆婆儿媳妇 甲长梨短这种类型的 这个展现量 虽然大家平台鼓励大家发一些正能量的东西 但是像这些 家里头吵架呀 这些 不知为什么平台真的是给的展示量可特别高 特别高 所以大家也可以着重的写这一方面的 我觉得围头条都可以着重的写这三类吧 给的展现量都挺高的 好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吧 感谢观看